各位同學,我們很快就來到DXCMASC Core 2024年第18條3D 其實我貼中了今年那條3D 我的模式是正確推出這個 一個輪胎,一個短的距離 一條線和一塊面 希望各位同學有做我的模式 今年最新的模式的時候 獲得相關的特異 不過現在開始這條數 PQR是一個短的四邊形 我先把四邊形畫出來 我放大一點 因為我想在這裡一瞬間通殺 PQR S 然後分別是12 10 82度 13 還有這個65度 我先把這條線拉 因為A部分就要找到這條長度 好了,我有這麼多資料齊 好了,A1 A1 A1的QS 其實是個cos law 12的2次加10的2次 減2乘12 Cos 82度 這個QS 我按一按完整的數 就按到14.5 1 2 0 10 0 74 我把這個數多了A 給大環 14.5cm 好,B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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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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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不困難 所以我沒有去檢查 我已經很有信心做得對 如果有Typo 有寫錯的話 各位同學可以指出 我會重新錄一段影片 但我頗有信心 這條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錯誤 除非Typo 所以這個 Angle R Q S 188度減回 減回這兩隻 我可以計算出來 60.72004668 我將C 60.7度 好了,完成了 這麼快完成兩部分 這是多少分? 4分 即是完成,吃碗麵 B part 我嘗試用它的圖表達 展述 這條邊接起來 接起來 我先把長度 這個是12 這個是13 這個是10 整條邊是10 這個是13 然後 60.7度 到這裏 14.5 長度 到這裏 到這裏 82度 我們全錄成 全錄成 放大一點 這句說話 你演繹了 適合這句說話 就是這句 It is given that the angle between PQS PQS 下面那個 還有 QRS 上面那個 80度 如何設定 我嘗試用以下方式 設定80度 這裏拉垂直線 是用這裏拉 然後這裏拉過去 當然 我不知道去哪裏 這裏 就是80度 問你死了嗎 好了 現在要找 找 這個 找找 R 去最短距離 就是這個 我們叫這個長度 H 好了 其實 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一個東西 我們叫這點N 好嗎 RN 就 超過13 就是看這個生命 RN 就等於 Size 60 7度 當然 60.7度 我用了上面 Store的C 的大環 所以RN 是等於 11.33 9 1 2 5 7 我們叫這個大環 D H 就是 H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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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1.3 就等於 Size 80 因為他告訴我 是80 這裡計算到H 就是 11.166 85 89 89 會不會有 64 好了 那就 11.2 我把這個數 因為他的答案 要多了 C 好了 第三部分 最後一部分 最後一部分 說 Let x be any point line on QRs 即是在這裏上面 這裏上面 隨便一點 隨便一點 他問 長度會不會超過8 我們就想 最短的長度 應該是 從這裏拉上去的高 他問 P和X的長度 會不會超過8 最短的長度 然後呢 我Let這點 我們叫這個 小X K K K 好了 那Let呢 Let K Be the shorter distance shorter distance shorter distance shorter from p to q r x 這點 我們叫做X 原來我寫了 不好意思 叫X 這點叫X 大X 長度叫K K其實是個高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它的 底面積 這個底面積 乘個高 再乘三分之一 等於Wallium 另外一種就是 底面積 乘個高 乘這個高 數字成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設定 兩條式 出來的 Anyway 這個是爛數 來的 這個爛數 來的 所以我就 直接一下子就設定 一條式 出來的 好 Volume 我寫Volume of pq sr 是等於Volume of pq sr 嘩 寫到廢話 不是廢話 所以三分之一 整個area of triangle qps 再整個高 就等於 volume 三成 二分之一 整個 底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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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個呢 這次的底面積是 area of triangle qrs x x k 出了位 會不會求分呢 不關我的事 好 這個位是三分之一 乘 2分1 12 再10 62 62 度 高度是11.2 我先給大家看看 為何長度是這樣的 12乘10 再乘80 62 乘二分之一 就是底面積 高度是11.2 乘三分之一 另一邊 3 底面積是13 乘2 乘三 乘14.5 乘14.5 再乘60.7度 就是看這個 13 乘14.7 14.5 乘63.7度 乘散 再乘K 首先按一下 我們在乘機 按一下 之前我們添加多數字 這個要添加多數字 這個要添加多數字 那數字回收回 六分之一都約了 這個計算到K 我不同你們的糾纏 K是8.064 今次是8.064 大於8,所以是 這個Claim是正確的 好,我們講完了 最後呼籲各位同學請訂閱 Dr.KDMatch的頻道 拜拜